或者地面的占领 而在这次坦克大演习当中 日本最先进的90式的坦克 进行了对阵的演练 还有进行了实弹射击 另外有40辆740式的坦克 也进行了训练 740坦克和90式坦克 是日本目前陆上自卫队的主力战车 而除了海空实力不断增强以外 日本自卫队相当重视陆战的水平 据香港星岛日报消息 新加坡的空军向美军订购了 先进的F15攻击英战机 到2012年将会接受24架美军的这种战机 而新加坡的精英飞行员 也要到美国接受训练 新加坡目前有两个战斗机分队 在美国受训 而由于国土狭小 新加坡也在法国文莱和大洋洲 接受军事训练 无人机的训练就在南非 而同台湾军方 新加坡一向也保持军事联系 新加坡有海空部队在台湾秘密受训 也是经过美国的受益 新加坡虽然国土小军人少 但是装备和训练是世界一流 同时军费有64亿美元 是东南亚的军事强国 而正规军分为陆海空三个军种 最高的军事指挥机构 是总参谋部 建议部队有6万人 新加坡的陆军有5万人 变成三个混合式 海军4500人 有四艘潜艇小型护卫舰 还有导弹快艇 而空军就有6000人 作战飞机136架 武装直升机20架 另外还有派出外国的兵力 而新加坡地理上 恶守了马六甲的石油运输通道 也是捏出了中国的石油生命线 而美国和新加坡强化军事合作 新加坡也是美国在区内的战略影子 据韩国朝鲜日报消息 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奥巴马表示 为了维护美国在区内的战略安全 美国的新的政府 将会无条件向所有盟国 包括敌国推行强硬的 直接的军事外交政策 奥巴马明确说 对朝鲜的核武发展的计划 还有伊朗的核计划和恐怖主义 要进行强硬的军事回应 朝鲜和伊朗如果违反核不扩散条约 将会自动接受强而有力的国际的制裁 而美国也会明确表明 消灭恐怖分子的核武器威胁 还有核武器的扩散 奥巴马的新政府将会树立 并且要推进无核世界的目标 而美国将会保持对敌国的 军事打击的准备 据大陆解放军报的消息 中国大陆的国防动员体制30年以来 已成为关系到国家安全发展 和稳定的重要事业 也是军民结合 欲军愚民应对战争 和突发事件的有力保障 根据中国军方的披露 近年来中国的人防攻势 还有社会建设和应急应战 实现了一体化 中国大陆的铁路建设 还有改造都按照军事斗争的军事要求 高速公路的兴建和扩建 也都充分考虑到国防的需要 可以起降军用的战机 而中国大陆的高速公路 也建成了及时速加油维修通讯 等多功能预一体的军事保障的中心 而通讯电缆也实现了一钩埋军民两用电缆的功能 而中国的人民战争的理念 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当中 在更高层次实现了军民结合 欲军愚民的双结合 中国的国防动员体系也日趋完善 并且有立法的保证 形成了一套快速高效的机制 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 有一批配套齐全的装备设施 战时是支援解放军作战的重要力量 而中国现在虽然处于和平 但保持军事斗争的警惕 可以说是平战结合 据英国金融18报道 中国国防部的少将明确表示 中国有制造航空母舰的权力和能力之后 引起西方的关切 而美军的核航空母舰战斗群 还有日本的战舰编队 日前集结在临近中国海的水域 举行针对中国海军的联合大演习 这也是美国派驻在日本的 华盛顿号核航空母舰 第一次与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联合的演习 演习的假想题是受到中国潜艇的攻击 而美日的海军几十艘的军舰 以航母作为中心战斗编队航行 而除了华盛顿号核航母以外 美军的太平洋舰队还派出了神盾驱逐舰 俄亥和核舰艇等14艘战舰和67架战机 美日两军的神队舰 还进行了联合的弹道导弹防御的演练 美军表明中国海军的实力不断迅速的抬升 特别是中国的潜艇很难被发现 而美军的华盛顿号航母 作为美军第七舰队的核心 负责监控临近的中国 俄罗斯印度朝鲜韩国的水域 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在美军华盛顿号航空母舰 战机飞行员的作战室里头 挂有中国领袖毛泽东 以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口号画像 而这个航母上的军官避讳三个词 包括中国、敌人和威胁 而第七舰队拥有战舰六七十艘 战机两三百架 官兵有两万多人 而一般认为美军要应对 俄罗斯、北朝鲜和中国大陆等潜在军事对手 好了 电报提到了 美军驻日的华盛顿核航母 跟日本展开针对中国舰支的相关演习 那么这个话题请马鼎生先生来圈点一下 马先生怎么看呢 美军这个演习 特别是有针对中国的所谓假想敌的相关的一些宣誓 对啊 这是美国的核动力航母第一次 楚女航在这个亚太地区显示它的威慑力啊 那么日美的传媒上了这个航母的作战史 空军连队作战史就发现 哎 怎么有个毛泽东像在上面 上面还有这个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是不是因此就是美军航母 把这个中国锁定为它的头号假想敌呢 我想不是的 因为毛泽东是一个历史人物 他在这个三十多年以前已经去世了 在三十多年以前 哪怕是在中朝朝鲜战争的时期 中国和美国正面对抗的时候呢 也只是一个局部战争 那是双方都不承认的一次战争 因为中国派的是志愿军 在此后呢 那中国1979年呢 是打了一次中越战争 其实是帮这个美国打这个教训越南的 然后毛泽东一辈子干的大事呢 其中之一就是请尼克松访华 缓和了中美矛盾 最后促成了中美建交 一直到今天中美两国两军是处于一种正常的外交关系 所以他挂一个毛泽东像的不必大惊小怪 再说毛泽东是冷战时期的人物 冷战时期 美国主要的敌人当然是这个赫洛晓夫和伯利日涅夫 在伯利日涅夫执政的18年时期里边 美国和苏联 前苏联是剑拔弩装 准备打一次毁灭人类的核大战 那么航空母舰对付的对手呢 就是核动力的这个攻击的潜艇 和这个核导弹潜艇 这个才是真正美国航母的对象 哪怕是今天这个普京和这个梅特韦杰夫 和这个布什是展开了全球的角逐 而中国呢是说不称霸 你请放心 中国不会和你全球角逐 我们看到梅特韦杰夫发射这个核导弹 这个是洲际导弹 全球性的不但是在核潜艇上 而且是陆基上潜艇 陆基发射井发射这个导弹 三弹齐发威慑美国脆弱的神经 而且派到舰队直冲地中海 是欧洲的柔软下腹部 直冲这个西半球的加勒比海 和这个委内瑞拉 古巴这个联系在一起 有这个军事密谋 在这个后院颠覆美国 所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航空母舰 首先应该是挂这个梅特韦杰夫 或者是普京的画像 当然这个美军的航空母舰 战斗群的指挥官 这个少将说 我们是看门狗啊 牧羊犬啊 这里有很多狼啊 如果他说这个毛泽东 如果是在美国人眼里是狼的话 那已经是历史上的狼了 今天最富有威慑能力的狼呢 还是普京 而且这个美国的这个 航空母舰的上校舰长说 我每天都要看两次这个潜艇 发现中国潜艇 没有威胁我 其实这个俄罗斯的核潜艇 是四艘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 比全中国的多多多 在亚太地区 而全球呢 它有十几艘核潜艇 所以美国的主要敌人 应该是普京和美德威杰夫 好了 这是马鼎盛的缺点提到的